為了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 政府建議修訂馬鞍山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提出發展7幅位於馬鞍山邊隧綠化地帶的土地 預計可提供7000多個供應房屋及私樓單位 另一個區可以再容納約2萬人口 回顧80年代初政府開始將當時只有幾條村落的馬鞍山 逐步發展成為新市鎮 現時人口已經超過20萬人 一起看看當年的報導 馬鞍山面對著套路港口 它的一面是連接沙田新市鎮 另一面是比倫西貢郊野公園 環境非常優美 在遲些這個地區將會成為一個新的衛星城市 現在政府已經開始了發展馬鞍山的計劃 準備在未來10年內 在馬鞍山填海建屋 發展為一個可以容納20萬人居住的地區 在前前 馬鞍山還是屬於森林地帶 當時只有3條村落 住了幾百人 他們絕大部分都是客家人 但在40年代的末期 日本一間國營公司 和本港的大公洋行 合作在馬鞍山開採鐵礦 所得到的礦物就運到日本 自從那個時候開始 他們就請了很多礦工來到馬鞍山開礦 並且定居下來 馬鞍山的人口也逐漸由幾百人 增加至四五千人 不過在五年前 由於中國海南島的鐵礦 無論在開採成本和運費方面 都比馬鞍山的便宜得多 日本自然就採用海南島的鐵礦 而馬鞍山的礦場也都開始停工 部分壯建的礦工 也都陸續地搬了出去市區 剩下來的 就比較多是老人家和小孩子 現在馬鞍山的人口已經減為三千人 全部一共有七條村落 區內並沒有什麼特別的設施 市多和雜貨店都是寥寥可數 由碼頭至山頂區 就只有一輛公共汽車行駛 就以學校來說 連一間中學都沒有 小學也只有三間 大部分的村民都是把他們的子女 送來這些小學 以免長途拔洩地出去市區 不過 如果他們升了中學的話 就要天天搭車搭船出去市區讀書了 據那些村民說 他們現在上班上學都非常之免 一早就要起床 放工放學之後 也都要老遠 由市區搭火車或者巴士去到馬尿水 再由馬尿水搭船回去馬鞍山 交通問題是我們優先考慮的 在發展藍圖裡面會有一些主要的公路幹線 會由沙田一路伸展到馬鞍山 將來甚至駁到西貢 另一方面 在馬鞍山會有小輪碼頭 渡海小輪可以來到對面的馬尿水 馬尿水將來又會是一個地方性的交通樞紐 它會有巴士總站 小巴總站 停車場 而實際上現在九廣鐵路 也有個大學站在馬尿水 那些居民如果由馬鞍山過來 會非常方便 會去搭火車去新街或者市區都很方便 在馬尿水上